每周半小时帮你画重点 我是廖亚裕 欢迎加入靠近看中国 前总统马英九正帅团到对岸访问 为期11天的行程 其实只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马席二会 虽然官方还没证实 但消息指出预计8号在北京登场 这场会晤之所以受到瞩目 从时间点来看 正值准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前夕 再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已经好几年没有跟台湾的政党领袖 或政治人物碰面了 上一次的国共高层交流是2016年11月1号 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 展开红席会 接下来2018年 前副总统肖万常出席了海南的博鳌论坛 习近平在开幕式前会见肖万常 这是肖席会 从此之后 习近平再也没有跟台湾任何的党政高层 有任何会面 所以这一次马席二会对北京来说 自然是对台湾新政府喊话的最佳舞台 如果不只看小两岸 视角在拉高看大两岸 4月10号 美国总统拜登将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于华府会面 主要谈美日安保 谈区域形势和台海 而且岸田已经表示关切台海安全 接着4月11号 拜登岸田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市 还有一个美日非三边峰会 毫无疑问就是谈论南海 所以马席二会在8号登场 难道习近平在即将被国际社会围剿之际 故意找了马英九当垫背吗 还有一个地方也很耐人寻味 如果没有意外 马席二会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举行 但台湾厅的入口处就有一块牌子 上头写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以及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岛屿等叙述 而且中国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6年过世的时候 骨灰曾经在台湾厅停放一个晚上 那么这是为了满足他最后的心愿 因为周恩来到死都惦记着祖国统一 因此台湾厅对中国来说是代表台湾为中国一省的场景 如果马席会选定在这举行 等于是传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政治意涵 不过还有一说 马席二会也可能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登场 过去中共领导人和台湾政党人士的会晤 绝大多数选择福建厅 尤其习近平主政之后 因为他曾经在福建工作十多年 所以选择福建厅接待台湾客人 包括历任的国民党主席连战 吴伯雄 朱立伦 洪秀柱等人到访 都在福建厅与习近平会晤 那么中国方面也借此凸显 一水之隔的台湾与福建关系紧密 如果马席二会地点在福建厅 一方面更符合习近平个人的习惯 那么同时也将马英九的政治高度 限定在党主席的层级 马席二会还有哪些幕后 习近平的盘算又是什么 我们专访了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伍岳 张老师是蓝绿两岸政策的重要幕僚 2015年新加坡的马席会 他也随马英九前往新加坡担任随行顾问 对于二次马席会如何从国际形势 以及时间场景来做解读呢 张伍岳老师的独家观察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张伍岳老师 首先请教老师的是您如何解读马前总统这一次的行程 包括在广东陕西以及北京 这次马前总统他是第二次的登陆之旅 他把它界定成他是一个和平之旅 也是一个友谊之旅 那他选然选择了三个站 那第一个站当然选择了广东 那选择了广东当然他有凸显几个 第一个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到黄花岗 那黄花岗这代表有关于是很清楚 这是一个民国史一个很重要历史起代的联系 那第二个他在选择企业参访当中 他也选择了三个大陆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虽然这些企业就美国跟国际社会来看 他存有不同的解读 分别是大疆他是一个无人机的 那分别是一个腾讯 以及分别现在是电动车大概排名第一的 我们看比亚迪的 那当然透过这样一个方式 一方面能够表达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期待跟看法 二方面由于他这一次也率领了九大学堂的20位的同学 也希望能够推动两岸青年的交流 那第二站当然还是选择了陕西 那陕西相较于黄花岗 他最有特色的应该就是黄帝岭 那这当然体现两岸的关系是 基本上还是属于炎黄子孙 那当然借由这样一个黄帝岭这样一个祭拜 那这本身当然这是一个 算是中华文化跟炎黄子孙很重要的范畴 那第三站大家会关注的是到北京 那由于他上一次并没有到北京 正是因为上次没有到北京 所以当然不可能见到大陆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那这一次以他到北京来看 一般预估见到习近平的激励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理由有几个 那第一个很清楚的 2015年新加坡的马席会 那这是一个两岸领导人首度见面66年来的大事 那这也是习近平在主政当中 对台政策算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什么 仔细看大陆方面在2021年通过的第三份的 具有所谓的历史决议 那这个历史决议文当中很清楚 就把新加坡的马席会 当成是一个习近平主政下对台政策 一个重要性的历史性的里程碑 那第二个从中国的惯例来看 对于开封器之先 开创历史的人物 那哪怕他是卸任之后 北京方面的领导人都会给他高规格的接待 譬如说我们看到 如果讲说以前的日本首相田中角龙 那田中角龙后来虽然SATA 但是只要田中角龙 每一次到大陆去访问 大陆最高领导人都会见 我们在看到 那包括美国的前前前总统 像尼克森 大陆叫尼克松 只要尼克森访中 那大陆最高领导人一定会见面 那更何况大家都很清楚的 像季辛吉 那在季辛吉 就算他100岁的这样一个年龄的 他去访中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还是给他见面 因此2015年 两岸关系在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马英九开封器之间 习近平来见他面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就两岸之间的互动角度来看 我仔细大概观察一下 从2016年11月1号之后 就是当时的国民党主席 红秀柱担任国民党主席 率团党政平台交流 国共平台 到北京方面跟习近平进行会晤 有所谓的红习会之后 那从此北京方面的习近平 再也没有跟台湾任何的政党领袖 有会晤的经验 第二个 2018年 我们看到 那当时的肖副总统 肖前副总统 他参加了海南岛的博华论坛 那习近平在2018年4月10号 也参加了海南岛的博华论坛 也跟肖万长先生来进行见面 那从此之后 从2018年之后 我们看到 大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再也没有跟2300万台湾民众 任何一个人 有公开见面的机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北京当然很重视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不是说 马前总统去大陆 他代表什么意义 而是大陆方面认为说 透过马英九这样一个平台 他可以在两岸关系的互动上 跟对台政策上 可以做出 他觉得说是恰如其分的 政策性的宣誓 那他认为说 除了台湾 除了马英九之外 似乎还找不到 另外一个所谓的 可以替代性的人选 所以因此这一次的马席会 那当然就会被外界 高度关注原因 正在这里 如果说真的有马席会的话 您预期马席会的内容 会是什么 我想北京方面的表达 当然还是应该会重申 他对对台政策 两岸关系既定立场 我想乎不外乎 有几个的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 那北京方面 当然希望能够表达 两岸一家亲 希望能够表达 坚持九二共事反对台独 也希望能够表达 在九二共事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那当然北京方面 也主观议员上也很清楚的 他当然希望说 任何两岸关系的互动交流 都希望能够为国家谋统一 为民主谋互兴 也能够奠定一定的基础跟贡献 所以北京方面 当然重大的政策宣示 要有新的心意 当然不太可能 借由马前总统 这样一个见面场合 来表达出对台政策 有所谓重大的心意 以及重大的改变 但是借由跟马前总统 见面这个场合 重申了北京一贯的 对台政策的基调 也可以让北京对内部有所交代 对外有所宣示 那您认为马前总统此行 对两岸关系的利与弊 还有就是时间点上 是不是有一点巧合呢 选在准总统赖清德就职之前 我想应该就分为几个部分来看 那首先马前总统 第一 他现在既不是没有公权力的 这样一个职长的身份 那他也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因此他大概很难 透过跟习近平这个对话当中 对两岸之间大家很关心的 如果我们叫说两岸之间的 这样一个政治的互信 两岸的谈判协商 乃至于台湾的国际空间 这些问题 我相信这些问题 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就换言之 北京方面不会因为 跟马前总统见面 而放弃对台湾的外交打压 北京方面也不会因为 跟马前总统见面 而让他在两岸谈判协商上 有任何的松动 但是呢 就北京来讲话 借由马前总统的见面 至少他凸显几个 第一个 他凸显说两岸的关系 其实严格讲需要一个平台机制 那这个平台机制 是可以做台湾内部的工作 那因此可以对大陆内部 也有所交代 那第二个 借由这个平台机制 大陆方面也把软硬两手 都讲得很清楚 特别是软的一手 也让大陆方面民众很清楚了解到说 那对台政策不能只有硬的一手 而没有软的一手 那第三个部分 那北京当然也很清楚的 希望说借由什么 借由跟马英九的这样一个对话当中 再度的来体现两岸关系 总体和平发展的格局 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感受到 这对两岸关系的合反的气氛 是有帮助 对两岸的谈判协商 两岸的政府的政治负信 两岸的国际空间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所以北京是从这个角度当中 找到一个可以对内交代 对外来宣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北京也透过马英九这样一个场合 也能够凸显说 北京方面有硬的一手 也有软的一手 这软硬两手 他都同时在加大过程当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是应该是可以看到说 对两岸关系的氛围 对对台政策上 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让现状两岸关系 大概注入到一个所谓的新的什么 新的从北京来看的话 也是新的一个动能 新的下台阶 但是对两岸关系的谈判协商 国际空间 我想说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影响的 我们都晓得 马前总统此行前往中国 是率领大九学堂的学员 可是我们也知道 现在中国对台的主旋律 就是反独促统大势所趋 所以马前总统此行 有没有可能也落入了对岸 统战的陷阱当中呢 我想北京方面当然理论上 本来习近平今年在两会当中 三月六号的讲话 当然就强调要加强包括青年 科技各个领域之间的交流 第二个两岸之间的互动跟交流 北京是坚定不移的表达 是推进祖国统一的进程 这个部分它不会因为国际社会 跟台湾内部喜不喜欢而改变的 但是你说从目前为止 台湾的主流民意 大家都知道北京方面是要推动统一 可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目前为止 至少目前此时此刻维持主张统一的人 基本上还是属在一个少数的过程当中 所以北京主观上它是有期待 可是客观现实上 多少的台湾民众会因为交流当中 而去认同北京的这样一个做法 我相信这个部分 仍然是有待观察的 我们的准总统赖清德 他接下来最大的两岸关系的挑战是什么 我相信台湾副总统要面对的 他跟小英总统有几个不一样 他虽然是拥有最新的民意的授权跟认可 那首先第一个 由于他是台湾大概1996年以来 第二位双少数的总统 所谓双少数的总统 就是总统的得票率并没有超过50% 更重要的总统所属的政党 在国会没办法掌握过半数 那因此这个双少数的总统在很多 在执行政策当中 当然什么 当然就需要能够争取到更多民意的认可 也希望能够争取到包括立法院 至少他不会去恶意杯葛 这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那第二个 那由于很多人对于赖副总统 或许有一些先天为主的这样一个观念 总是认为说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务实两个字 而且只注意到台独工作者 那因此在这个议题上来讲的话 两岸的关系当中 美中关系现在是维持一个管道跟畅通的 那美台关系基本上也不错 那大家都不希望两岸关系会发生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变化 所以我相信说包括美国对台海的立场 也是赖副总统应该会高度关注的 而且我相信说肖副总统也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第三个我觉得说最大的问题是 美国今年11月5号就要进行总统的大选了 那当美国方面如果总统大选的结果 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化 特别是像川普如果上台 那一般都认为说那川普如果上选 那基本上他就不是一只所谓的灰天鹅 他必然是一只灰犀牛 对美中的关系 对美国跟主要盟邦的关系 以及包括美台的关系 包括晶片的互动 可能都会发生相当的一些变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赖副总统怎么样发挥他的这样一个智慧 能够争取到更多台湾内部的民意的支持 至少也能够争取到立法院 在他很多的施政方面上 也能够予以所谓的良性竞争跟良性的互动 然后同时什么 同时在面对有关于美中的大国博弈当中 美国总统可能大选的结果 也可能要做好一些因应跟准备 所以台湾的赖总统 我相信520之后 他既要面对台湾内部的问题 也面对的对岸的问题 也同时要面对美国大选当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有可能变化的问题 那对这些问题 我相信那副总统 他们应该都会审慎的去思考 而且是有效的去因应跟面对 OK 好 我们今天谢谢张伍岳老师的分析 谢谢 好 谢谢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还要看到花莲强阵 全台多地传出灾情 中国却趁这个时候 大碗两手策略 吃台湾豆腐 欢迎回来靠近看中国 这个礼拜三 花莲近海发生了规模7.2强震 造成多处房屋倒塌 人员伤亡 以及部分连外交通中断 但这和对岸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在安理会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的会议上 突然提到感谢国际社会 对台湾地震的同情和关怀 谢谢主席 不只耿爽吃台湾豆腐 中国国台办三号也发声明 表达诚挚慰问与救灾协助 但同一时间 国防部在二号 争获了高达30架次共击扰台 一边说关心 一边实际的行动 却是用军事力量骚扰台湾 彭博专栏作家瓦斯瓦尼 就撰文指出 中国这时有机会做出一些 完全不同于人设的事 所以他也呼吁中国不要重蹈 921大地震时的复彻 什么是921大地震时的复彻呢 我们把时间回到1999年 921大地震的隔天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孙爱明表示 已经组成了三个救援队 随时可以到台湾和台湾红十字会 共同进行人道救援 不过当时也传出了孙爱明说 任何国际红十字会要捐给台湾 921地震的款项以及救灾物资 都必须得到中国红十字会同意 中国官方也要求联合国和各国 对台湾提供协助之前 必须先征得他们的允许 如此一来就延误了外国救援团体 来台进行救难工作的时效 中国在921地震时频频政治操弄 这些拖延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 但偏偏中国却利用地震 利用这一场灾难来宣称 对台湾领土的主张 大腕两面手法也大打任之战 当台湾上发生了巨大的地震时 我们的解放军第一时间进去了台湾上 中国解放军坐上军车 扛着一袋袋物资就要往台湾来 说要协助救灾 原来是中国网路传来的假讯息 大打任之作战 同一时间国军再发布新影片 背负工具翻山越岭 在花莲沙卡当步道执行线刊 一例后续救灾任务 证明台湾搜救量能 确实不需要中国帮忙 而自住后才有人住 因为号称印太沙皇的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 在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谈话 罕见把欧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与台海连接起来 说潜见协议可能有助于嚇阻中国 使中方不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 促进台海和平与稳定 这在过去可从未发生过 这也代表着美国台海议题的部分 可能会由以往的战略模糊 走向建设性的清晰 维持现状为目标 但是把底线画出来 也就是避免中共用武力改变现状 过去为了战略平衡 避免触及到台海议题 现在美方也走向战略清晰 专家解读 这代表华盛顿 澳洲 英国 达成某种共识 万一台海有事 美英澳也有合作机制 这是透露出在战略结构 还有在战术部署上面 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 会更加坚定的 就是守护台海的安全跟和平 只有我们展现足够的防卫决心 跟行动 才可以让这些 由我们国家协防台湾的时候 更为坚决 而且就是可以发挥总体嚇阻 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在内 关键时刻都和台湾站在一起 只差台湾展现自身防卫能力 与决心 靳心文通报导 从前总统马英九访问对岸 到花莲地震 中国的首或迷或暗 深进台湾这块土地 在今年1月 台湾大选前夕 马英九接受外国媒体专访 他说就两岸关系而言 必须要相信习近平 但要相信习近平什么呢 是相信习近平的荒谬与失格吗 还是对威权崇拜的一厢情愿呢 从北京的角度 马英九似乎接受了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 两岸统战宣传 是切政治平台的江湖地位 至于马英九 他眼中的中国 更从来不是两岸冲突的源头 一切都是民进党政府 不接受九二共识所导致 但这也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吗 2300万的台湾人 可以自己决定未来前途 什么才是你我真正心之所向呢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靠近看中国 我是廖亚裕 我们下周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